我 我 我凭什么不配 我说你不配就不配 这演员也太敷衍了 太厉害了 那你来吧 我走了 回来 词 词不对 词了 跟我一下肩膀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小雪他们 他们去找老师求情吗 全都怪我 我又一场了 我对不起你们 那也比张棋和苏年强 他们连台词都没记住 我记住才有什么用 一个字也说不出了 我看过你排练 其实你只要成长发挥 就演得很好 我上台太紧张了 是我拖累大家 你们可能不好意思开口 要不 我还是退出吧 你别这样说 唐亚 你信我 再试一次 我们大家都会支持你 我怕我辜负你们的信任 我 不喜欢演戏 那你现在怎么演了 对着你 跟你试试 那之后 我不可以这样了 走吧 小雪 又怎么了 是吗 生日快乐 这是什么呀 你花了多久啊 喜欢吗 嗯 喜欢 这些地方都是我想去的地方 等长大了 我带你去 好啊 你们两个得空啊 叫我几个英语单词 你怎么突然想学英文啊 师傅 那我昨天说送您一本 中华词系英文大学 您干吗还要骂我呀 说什么大完备都都过来吧 这黄土都埋到这个脖子根了 学什么英语啊 不学 真的 师傅他说 你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呢 我错了师傅 哪个好呀 我也不知道哪个跟旗袍更配啊 对面有家旗袍店 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像这些呢 是杭州那边的丝绸过来的 我觉得您的气质比较叮耀 比较适合您 您看吗 你说小姐穿旗袍是什么样啊 像木槿花 你先我 嗯 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看傻了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就是没见过他穿成这样 话是这么说啊 但是啊 高楼大厦屏比起 一点过去的痕迹都没有啊 要不是胡同还在 这哪儿还是故乡啊 找他想的 好 谢谢 对了 叔叔 汤姆为什么叫小雪乖的马 嗯 他长得很像孙奶奶吗 不像 嘿汤 你为什么要喝乖乖的马 是 我没有太近了 谢谢 谢谢